我們保長 給我們上這個賀扁 賀扁高選 化蓋齋的 內政部長尿昌特別頒發扁額 位宜折服給基隆國家新城福德宮 祝賀福德宮建宮45週年 也回憶起自己的兒子去世 45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搬來這邊 然後他就有了 那個時候廟不大小小間的 不過我們小時候都在廟的前面 在那邊玩很多的小朋友的遊戲 所以充滿兒時的一個記憶 所以特別回來祈福 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 還有國家新城的鄉親 大家永遠健康平安 民國67年建宮的國家新城福德宮 祖式福德政神 是周邊五福常樂及六合等里的信仰中心 慶祝建宮45週年 宮廟館會特別捐贈輪移 給基隆長根醫院等三家醫院 更常年贊助常樂國小清漢學童 營養午餐及學雜費 還有歲末關懷周遭三里清漢家庭 希望將信眾對土地公的感謝化為大愛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會贊助常樂國小的 弱勢家庭的學生的午餐 那也經常就是每年都有舉辦 年中弱勢家庭的寒冬送卵給紅包 然後也發動我們商圈裡面的這些商家 給大家連結用品 來自大德的所有的香客錢 那麼我們想去回饋 回饋地方上的一些弱勢團體 所以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 常樂國小的一個低收入戶的一些所有的學子 因為每一次到學校開學的時候 學校總是不夠他們的那個學雜會 還有一些的營養午餐都不足 不足的時候 以前他們是曾經有愛心 他們有成立一個愛心 但是一直都不夠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希望能夠 福德工這邊能夠協助他們的這些不足的部分 所以從開始一直到現在已經有25年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代表市長謝國良 率領金融市政府民政處長張元祥 警察局長張樹德及安樂區區長檢疫者等人前來參拜 感謝福德工長期行山助人 發揮安定社會的力量 福德工45週年是基隆的驕傲 我覺得他可以安定人心 這邊有數千戶的居民 我常常說人心定了社會就安詳 非常謝謝福德工的幫我們社區 幫我們所有基隆市民做很多的事情 非常感謝也非常榮幸 金融市議會議長同志偉 及議員鄭凱琳 鄭文廷 吳華家等人也到場致議 同志偉更驚喜發現 爺爺清安公主委童勇 曾捐政府德工良柱 我想阿公真的是值得我的敬佩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跟大家打招呼也非常高興 尤其今天特別是中秋節 那我們每一個議員像吳華家議員 還有鄭凱琳議員 還有鄭文廷議員 都一起來跟大家同歡 我想民意代表也非常用心 希望我們的這個土地公可以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福德工還在現場舉辦摩采活動 內政部長牛昌及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更當場捐出紅包與民同樂 期盼在土地公庇佑下 市民都能和家平安健康快樂 記者張綺騰金融報導 我們的安心會轉到更多需要